让我们欢迎专辑 《Boomerang》入围最佳怀语女歌手奖的 孙盛希希希 刚好十年 所以这个奖项对我真的意义很大 首奖的是 孙盛希 恭喜 音乐掌握游刃有余 完整诠释专辑概念 没想到 没想到是我 谢谢金曲奖 谢谢评审团 谢谢我的歌迷朋友们 一直听我的歌 刚好十年 所以这个奖项对我真的意义很大 其实想要透过 《Boomerang》这张专辑 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很有趣的一个体悟 我觉得我们人生中 不断地在丢出这个回力标 他们用任何的形式跟时间 会回到我们身边 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投入更多好的东西给予自己的人生 因为有可能会伤到自己打到自己 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礼物 谢谢这张专辑的所有制作团队 还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 谢谢大家 谢谢 歌后 歌后真的讨论很久 到最后是杨乃文跟孙生希 差一点点 那乃文跟孙希其实我们都觉得非常棒 乃文也是我们在讲她跨世代 到从她也唱蛮久的 那孙希是比较年轻 但是两位的实力都很好 而且很难得的是乃文可以这么久的 还在线上继续这么努力 那最后大家投票出来 还是觉得那个孙希略胜一筹一点点 其实两位都很好 差几票 我应该记得应该是一两票吧